你知道霸王龙前爪怎么这么小吗? 狗的鼻子构造为啥如此奇特吗? 赶紧一度为快吧! 狗鼻子构造 也许你注意到你的狗狗鼻子两侧开叉 这可不是用来装饰的 它们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当狗狗用鼻孔吸入空气后 会从侧面的凹槽呼出气体 不同于人类的吸气和呼吸 狗狗每一次呼吸都会在鼻子周围形成一个气流漩涡 帮着狗狗再次吸入这种气体 反复探查气味的特征和信息 从而知道气味的来源和去向 加上狗狗鼻子上的褶皱 让狗狗嗅觉能力比人类高出一百万倍 为什么求婚要单膝下跪呢? 很多人认为这充满着浪漫意义 在中世纪时期 男人在权贵面前跪下代表着服从和忠诚 但是男人们经常会的女人决动 胜利者会单膝下跪 向心爱的女人说 我赢了,你归我了 这也是在仿校宫廷礼仪 骑士向宫主下跪 发誓效忠 鸡蛋获取氧气 大家有没有想过鸡蛋壳是蜜蜂呢? 那么鸡蛋内部是怎么获取外部氧气的呢? 如果你把鸡蛋壳放到一百倍 就会看到上面有无数个小孔 这些气孔直径只有0.025毫米 气孔连接着一层薄膜 空气会渗入薄膜进入内部 并储存在气室里 如果鸡蛋发育后 你会看到数百条毛细血管 氧气会通过血管运送给里面的胚胎 直到小鸡被孵化出来 产生气体总量 你知道人一升会产生多少气体吗? 你的肠里胃里有很多细菌 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气体 一天大概700毫升气体 相当于两罐汽水 而一辈子则会产生大概2万升气体 足够填充2000个派对气球 数学符号起源 你留意过数学符号吗? 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 老早便开始接触 加减乘除这类运算符号 而运算符号 可是在欧洲中世纪才被发明出来的 石料世纪罗伯特 验证了繁琐的文字 直到用两条平行而又相等的直线 来表示两数相等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于是 等于符号等于 开始流行起来 而在这之前之后 加减乘除等符号 也被其他数学家以简单符号代替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符号被广泛流传运用 霸王龙的前爪 说起霸王龙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但是对于这样一只庞然大物来说 前爪实在是太小了 看起来没有一点威胁性 按笔类换算到人的身上 那双双完全不能干活呀 不过霸王龙拥有强有力的下巴 最高拥有10万牛顿养合力 能够咬住相当于三辆汽车重要的猎物 拥有这样让人震撼的嘴巴 这双爪子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了 大家认为 他的前爪有什么作用呢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关注我 每天带你看奇闻趋势